然後出院了 第一次招呼一下 我發現自己也超不堅強的 只要醫生講什麼 我就啪又哭了 這不是拍八爺檔 就真的哭你知道嗎 而且你發現 八爺檔都是真的 你們八爺檔 大家問通通一下 一天到晚找停工杯要幹嘛 真的你會找停工杯 牽制的時候 就沒辦法決定 我就叫我哥我姐去決定 最危險的時候 我還傳來給他 我跟他說 媽媽你要加油什麼的 就是偶爾愛你 但是在他生命之前 你絕對不會說這句話的 所以 我跟媽媽最親近的時候 其實就是媽媽生病的時候 害怕失去他了 所以你會 不計一切 你希望讓他知道說 你有多愛他 然後出院了 出院了 現在就是 有找24小時的外籍 在陪他 但是主要我們也要陪啦 那現在就在復健 但希望 年底可以再帶大家去 也是日本 雖然飯局很多 但我還是要陪媽媽 今天到這一年 送走了兩位導播 那還有 麻藥心 又欣哥的媽媽也離開了 那我媽媽也是這個時候 就是 所以 就是特別覺得人生的一個 就是 人生的無常 對就是 所以 就是要 怎麼講 要更珍惜 對 像這講有點老套 但是事實上是真的 大家都有 父母一定都會經歷過這一段人生 所以我覺得 我可能 我朋友說我比較幸運 我經歷到很晚 因為我媽 80歲 對 但很多人其實很早經歷過 所以 這方面我覺得我還蠻幸運 但是 我覺得我經歷過這一段之後 就是 生死交官 那個 你的人生觀 你的心態 會真的不一樣 第一次 我發現自己也超不堅強的 就是 只要醫生講什麼 我就 又哭了 這不是拍八爺檔 就真的哭 你知道嗎 而且你發現 八爺檔都是真的 你們八爺檔大家 觀眾朋友一下 一天到晚找停工杯 要幹嘛 真的你會找停工杯 進手術 醫生不都會講嗎 先 動刀之前 會有一個麻醉師 麻醉師會跟你說 可能麻醉之後 就怎麼了 對 還沒動刀啊 所以你要簽 還簽字的時候 就沒辦法決定 我就叫我哥 我姐去決定 我就 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受不了了 痛哭 那種 還是眼淚 有不停 我就轉身 我就沒辦法決定 我是媽媽生這個病之後 你開始會知道 我第一次會摸她的頭 會摸她的臉 會抱著她 會跟她講很多心理話 你會 她那小孩 你會叫她加油 你會跟她說 那時候在加入病房的時候 我還傳like給她 我知道她聽不到 就是最危險的時候 我還傳like給她 我跟她說 媽媽你要加油 我會愛你 但是 在她生命之前 你絕對不會說這些話的 就是 所以有時候 你會有點後悔 不是後悔 就是說 她說 其實在媽媽生病 你就應該多跟她講 為什麼媽媽 但是很幸運就是媽媽至少 對 對 所以 我跟媽媽最親近的時候 其實就是媽媽生病的時候 我就是 我會抱她 我會跟她 我很愛你喔 所以你要加油 就是 她沒生病 可能我這輩子可能 我跟媽媽關係 不會這麼 close 所以本來是媽媽生病的時候 所以 讓我就是 我現在 對爸爸也會稍微 稍微 close一點 以前是反正 媽媽比較跟我閃 對 但這次 因為怕 太怕失去她了 所以你會 不計一切 你希望 讓她知道說 你有多愛她